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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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今天這個視頻不拍美食 今天這個視頻 來說說話 先說一下昨天的評論吧 昨天的評論我大概記了一下 第一个我看的最多的评论就是 我别瘦了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是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是不是在说反复了 因为我现在最热门的一句 就是现在最热门的评论就是说 什么伤害性不大 误入性极大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时候 就是去看病的时候 住院的时候 不是提前要称体重吗 然后当时是脱了鞋 手机放下 然后当时是空腹称的是140 出院的时候 穿着鞋 穿着手机 吃了饭 140 请问到底是瘦了多少 然后呢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我出院之后又长胖了 我前几年撑的时候又变成142了 但是我刚刚出院的时候 我确实感觉到我是瘦了 因为我着近这个脸这个面 明显比以前就是说要瘦很多 然后呢 因为这个体重其实和以前也差不太多 就差那么应该就差那么两三斤的样子 两三斤 当时看这个脸就是瘦了一圈 我想这个不费这两三斤全瘦了脸 对吧 你两三斤瘦也不可能瘦了这样 然后我当时想了就是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你得了这个病之后 你每天需要卧床休息吃晚饭 活着那么十多分钟就躺着 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躺着 然后这个躺着 由于这个地球的引力的作用对吧 这个东西就往下 你们懂吗 就是我躺了之后这个肉就往下这样 长期以往 躺了那么将近两个星期 躺了两个星期 两个多星期嘛 这样这个肉就完全就后移了 对吧 其实是没有瘦 只是这个脸这个肉 可能躺久了就后移了对吧 这个地球引力 这个重力的影响 这个肉就往下 往后追了 所以关于瘦了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说 表面上是瘦了 实质上是没有变法 然后第二个问题太搞笑了 是不是偷偷结婚了 对吧 原计划说的是 三个月月底 或者这个月初 差不多就是二多天 然后现在就搞了这个月中了 延迟了一个星期 我当时我在想 大家会不会想 就是说这个病很严重 或者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或者怎么样 我都完全没想到 你们非这样想 老东西太大了 然后第三个 问的说得多的问题 就是这个 风格变了 隔了一个多月 发视频不说话了 说变它也没有变 因为我最初拍的风格 就是这种风格 这种慢节症 这种农村这种不说话 最早关注我的粉丝 可能就觉得 是回到以前那种风格 然后这么多 关注我的粉丝 可能就觉得这个风格变了 其实 哎 感觉还好吧 偶尔换一换 其他的风格 感觉也挺好了 然后再说一下 看病的过程 就是说最初检查的时候 说是住院住一个星期 然后后面 就说治了之后 脖子没有问题 我就感觉到这很败 做久了之后 或者是这样 肩膀这样 醉久了之后 被我肥肥有点痛 然后当时给医生说了之后 医生说 那还得就是做理疗 哎呦 有救你 我做有救 烤红了 烤红了线 哇 这个理疗做一个多星期 一起点作用它没有 然后我就说出院 贴的高 不知道是贴的高 要还是它自己好的 反正就是症状 稍微就清了一点 现在就是说 有那么一点点 现在呢 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 不懂 收药怎样 爬的 爬的 是怎样 好 收个苦的 爬的 爬的 它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 进去之后就这样躺着 开了一只麻药 嘶嘶 嘶嘶 嘶 追了两针 在脖子上追了两针 麻药起下作用 然后一个人在这里扶着 就视频按着 然后这里还弄了一个那个很结实的一个布团 不然就这样 哎 脚不要弄 啊 错了错了 这个病人不太配合 换一个病人 现在换一个热情的病人 好 你会做 你看 自己就爬上来了 是吧 这样的病人就是好病人 嘿嘿 他就爬的 你养到个儿子来 他就就这样爬的 儿子爬的 你不要躺着 你就这样爬的 对吧 这个麻药 滋滋滋滋 已经打了 然后麻药起作用的时候 一个人在这里 撕进二子 一个人就是弄了个布袋 把这里套着布袋 来就 好了没有 好了 好好好 撕 撕进去了 好 行了 起来 你要这样撤着 对吧 撤着 然后 好 坐起来 好 脖子不要动 脖子不要动 然后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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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带一个那个脖套 那就行了 看习惯性的躺着 哦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嫁接的枇叭树 当时做出了承诺 一个月过后 大家拭目以待 对吧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终于来了今天的主要目的地 这个就是我爸嫁接的枇叭树 这也是我爸嫁接的 总的来说这个成活率那是相当的一般 这个价钱技术有待提高 我爸这个价钱技术 这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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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棵树 差不多有五六棵树是活的 这个技术还不太行 成活率太低 然后再看一下我的成活率 你们应该记得 就是我当时是站在这个边上 站在这里 在这里给大家说 我说这个最边上这个角落这一棵树 对吧 就是这一棵 你看看 看看这一棵 所以说通过这一次的嫁接 证明了我的嫁接技术 然后通过这一块地的对比 能够明显地对比出 我和我爸之间 嫁接技术的差距 这个差距是他差我 不是我差他 我爸的嫁接技术是 成活率是百分之五六十 我的成活率是百分之百 是吧 好了 现在十一点五十了 要去吃午饭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不拍吃饭了 因为重的话 就是我们就随便弄了一点 弄了一点 然后最主要是这个视频 太长了 太长了 然后下个视频 我们再继续吃吃喝喝 我想去弄点烧烤来吃 好我就没吃烧烤了 这一个月 吃的东西确实比较清淡 特别想吃一点那个 对吧 香辣的东西 好吧 那下个视频应该会 应该会去吃烧烤 好吧好吧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